羅副傳 羅副全 李樹頂 還有臺灣人的好朋友 師徒文 我們現在算高雄 我們的PASSET Welcome 還有我們長島九九議員 各位魯叔 各位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能夠來參加我們一年一拜的安保協會的盛事 跟大家來探討跟我們臺灣很有關係、苦惑、安全的議題 我覺得很高興 也很平衡 羅副全 李樹頂和安保協會的先進 長久以來投入在促進我們臺灣和美國和日本的關係 能夠提升我們的學術交流和對話 對我們亞太安全議題和相關的政策 有很多貢獻 出了很多心力 這幾年來我們也看到好的成果 我們有很多我們海外來的朋友來共襄盛舉 我也覺得很感動 也對大家表達我對大家的敬佩 也說我們可以為亞太和平與安全做一些貢獻 臺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幾百年來就是向全球發展 以經貿作為生存的主要動力 我們必須要從全球和區域的政治 經濟和產業架構之下 來定位自己 那麼當世界的變動越來越快速 我們的定位也必須隨著情勢的改變而調整 才能在世界的版圖中找到最有利 最適合自己的坐標 從更積極的角度來說 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 不僅是要找到永續生存的動力 更要能夠在這個世界上有所貢獻 有正面的幫助 那麼從上一個世紀開始 經歷了數十年的打拼 臺灣外銷的農產品 工業產品 高科技產品 在國際市場奠定了高品質的良好的形象 可以說MIT 就是 Made in Taiwan 就是設計 創意與品質的象徵 也是臺灣的軟實力之一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 最近幾年延續發生幾次重大的食品安全風暴 包括塑化劑 棉籽油 到現在的收水油事件 不僅傷害我們國人的健康 影響政府的公信力 更重創臺灣的平衡跟國際的影響 讓我們一隻引以為傲的MIT 面臨的挑戰跟支援 這不是只有我們人民的基本權益跟福祉 更攸關臺灣的軟實力的存續 跟國家長期生存的發展 現在的亞洲是具有強大的經濟潛力 政治結構也正在重新的行鎖 可以說它是全球最具發展性 同時又有著複雜地緣政治的地方 亞洲在活力跟喧囂之中崛起 它也將決定這個世界的未來 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民主跟政治改革的浪潮 正持續地影響亞洲 2010年 緬甸的軍政府 釋放了長期軟禁的民主人士翁山蘇姬 隨後也啟動了政治改革 今年5月的印度大選 希望提振政府的效能 振興經濟的印度人民 終結了執政黨10年的統治 完成了政黨輪替 而7月份的印尼總統大選 年輕 清明 具改革形象的候選人 也獲得了勝選 可以看到一股民主跟政治改革的浪潮 正在影響亞洲 亞洲人民期待 透過民主 為自己的未來 帶來好的改變 同時 亞洲的安全格局 正面臨變化跟挑戰 需要區域共同的因應 7月 日本內閣通過決議 將透過修改憲法的解釋 將集體智慧權解禁 意味著日本未來將能在美日安保之中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而印度的總理莫迪 在上任後訪問日本 表達希望提升印度跟日本兩國 在國防跟安全方面的合作 而長期以來區域內各國在東北亞 東海 南海主權 跟天然資源開發等的相關議題 以上是爭議不斷 爭鋒相對 持續加深國際社會的憂慮 區域不穩定的風險也居高不下 要因應這個區域的政治格局 跟安全情勢的轉變 是美國重返亞洲 與再平衡戰略必須要面對的重大的課題 也是區域各國必須要共同來因應的挑戰 但在這個同時 亞洲的崛起也帶來了新的經濟動能 創造出來新興的市場 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的機會 台灣必須要能夠充分的掌握 在這個變動的情勢當中 我們希望台灣可以成為亞洲的民主之矛 自由之道 麥克阿瑟將軍曾經形容台灣是一個不成的航空母艦 因為台灣在亞太地緣政治格局中 居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位置 台灣的位居亞太最重要的航運線上 台灣的地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 在當前區域安全格局的變化之下 台灣的重要性 至於美國以及區域國家 事實上有無可取代的地位 台灣是民主價值的守護者 也會以民主 人權 公益等價值 來連結區域國家及全世界 因此 台灣更是亞洲地區穩固堅定的民主之矛 亞洲的穩定跟安全的關鍵 我認為就是台灣 台灣是一個民主開放多元的社會 我們的民主制度跟價值 是維繫亞洲和平穩定的重要基石 因為我們不僅是亞洲民主化的標竿 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 兩岸的和平與發展 乃至於區域安全的穩定 更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針對區域的和平 穩定與發展 台灣可以在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 繼續深化與美國 跟日本等民主國家的戰略夥伴關係 加強合作與互助 並支持美日安保在區域的積極角色 共同維繫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第二 我們將繼續堅持以民主公益人權自由的普世價值 並依循國際規範 以外交的方式和平解決各種爭議 第三 我們要繼續強化台灣的自我防衛的實力跟決心 展現台灣有意願 也有能力捍衛自己的安全 並繼續與區域國家的安全對話與交流 在兩岸的經貿關係方面 我們在兩岸經貿互動與連結之外 必須要同步地融入區域經濟的整合 包括加入TPP、RCEP等 並強化與主要貿易夥伴間的連結 唯有透過平衡而且多元的經貿戰略 讓台灣在經濟上保持自主 才能夠確保民主不受外力的影響 確保我們政治上的自主性 那麼在兩岸關係整體上 我們也願意面對兩岸長期存在的旗艦 為了積極尋求兩岸爭議的化解之道 民進黨會以堅定 務實 穩健的步伐 努力和對岸建立全新的互動跟溝通的模式 以實踐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互動的關係 最後我想用下面幾個想法 來作為一個結論 首先 台灣的處境是特殊又困難 去年我到以色列參訪 跟幾位知名智庫學者座談 討論以色列的各種內外的問題 也跟著他們分析台灣所面臨的處境 中東的問題是複雜 糾結 又難解 很多人隨時都在戰火的陰影之下 面臨生死的壓力 但是即使是這麼困難 這幾位學者還是說 他們不想和台灣互換角色 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的處境有多麼的特殊 而且困難 不過 我們也不需要因此而感到灰心 或者挫折 台灣在整體的國力上 尤其是在軍事力量上 是無法跟大國相比 但是 我們能夠憑藉的 我們民主自由與開放多元的價值 以及優異的科技 創意 與經貿的實力 對區域與世界做出貢獻 以軟實力來與世界連結 和其他國家共同合作 共同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善盡台灣作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責任 民主是台灣最珍貴的資產 也是我們與世界連結的重要基礎 更是確保台灣的安全 穩定 永續發展的核心的關鍵 各位朋友 我們要繼續努力 鞏固並深化台灣的民主 才能夠排除外部的干擾 有足夠的能量來因應各種挑戰 最後 我要感謝我們主辦單位的邀請 也感謝在座的聆聽 祝今天的大會圓滿成功 也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